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瓦伦斯基 3月29日呼吁美国人戴上口罩并坚持采取防疫措施 随着感染、住院及死亡人数的再次上升 CDC警告人们厄运可能即将到来 瓦伦斯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强忍泪水列举了一系列警告信号 称担心美国将迎来第四波新冠疫情 目前美国7天日军新增病例接近 6万较前一周高出10% 单日新增住院人数也在升高 从一周前的4600升高至4800左右 新增死亡也在增加 而截至28日 全美报告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达10,985例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29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示 美国不准备在近期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但对于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可能会持开放态度 他承认关税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损失 尽管支持者认为 关税也有助于保护公司免受外国补贴竞争的影响 戴琪指出 有人呼吁取消这些关税 但这可能会损害经济 除非政策变化以某种方式传达 使经济中的行为者能够做出相应调整 无论是公司、贸易商、制造商还是工人 对影响他们未来的变化进行规划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机构JAVELIN Strategy and Research 3月下旬公布2021年身份欺诈报告 全美因传统身份欺诈而造成约130亿元损失 网络犯罪分子窃取受害者的个人资料 再借由泄露数据等从中牟利 一场疫情大幅改变人们购物和转账方式 犯罪分子便瞄准数码钱包和Apple Pay等点对点付款方式 去年全美约1800万人在操作这些付款方式时被欺诈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玛拉比叶指出 共有十几艘托船、挖泥船加入救援行动 最后借助涨潮成功地将搁浅货轮起伏脱险 据悉这次严重的海上交通堵塞 每天造成9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损失 并使已受新冠疫情拖累的供应链变得更加紧张 运河当局表示搁浅货轮将被拉至附近的大苦湖进行进一步检查 事故原因将在检查后公布 3月28日中国四川成都站台上熊猫布偶迎接旅客 当日中国首趟熊猫专列旅游列车Y888次从成都站驶出开往贵州遵义 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春天之旅 熊猫专列增设了安全智能电子锁具 智能服务系统、观景长桌、点歌、影音娱乐、USB充电装置 恒温、淋浴系统等人性化服务设施 市集交通、住宿、餐饮、娱乐、会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移动酒店